官方在FB發布了莉莉絲輪迴的玩法 首先第一個就是你要持有星物花圈 才可以進入這個記憶回廊 並且要藉助記憶球力量來進行探索 力量球是什麼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關於星物花圈的話 就是在主畫面左上角的十周年商店 點進去就可以買到 現在就已經看得到了啦 只是還不能買 官方這邊也有發布詳細的文字說明 我們就跟大家一起來慢慢看一下 首先就是潛藏在地下城的召喚獸 吸收著生命的思念及元素能力 攻擊力會大幅提升 好啦 這麼長其實重點就是攻擊力大幅提升 其實如果只是攻擊力大幅提升的話 隊友更新的隊伍來說就沒差 只要敵人沒有無視減傷或連擊就好 召喚是需要藉助記憶球的力量來增強生命力 好 那這個記憶球是什麼 其實在官網上面也有放出來 只是它現在圖真的很小也不讓你放大 我已經把它試著做放大處理了 可是還是看不清楚 除此之外呢 這個關卡層數會有80層 指定層數會有儲存點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們剛剛講的記憶球呢 基本上它就是取代龍科的位置 因為關卡裡面不能使用龍科之力 每個隊伍的話最多是可以給你裝8個記憶球 另外這邊也有提到 記憶球除了增加隊伍生命力之外 還可以在發動後轉化指定符石 及獲得指定技能 這個就會讓我蠻擔心的 會不會其實關卡真的超級難 你還得搭配不同的記憶球元素才能通關這樣子 另外你在挑戰關卡之後 裝備的記憶球就會全部消失 關於這個記憶球呢 就是你只要每次通關記憶回廊 就會獲得記憶球跟記憶碎片 最後一行的話則是記憶碎片 可以拿來換莉莉絲 OK那以上是全新的莉莉絲記憶回廊玩法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大家對於這個全新系統 還有什麼想法或疑惑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